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议题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燕 目前所有入境人士一律需居家检疫14天 提醒您居家隔离或检疫期间绝不可外出 如果有日常生活需求无家人可协助 包括就医安排 慢性病领药 送餐 垃圾清运 心理智商等 都可联络各县市关怀中心 另外 如急需探视其他家人 建议可用视讯方式进行关怀 再次提醒 如您正接受居家隔离或检疫 一律不可外出 违反规定最高可处100万 并不得领取防疫补偿金 防疫期间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请大家给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亲友支持与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